如果有个念佛堂在这开的告诉大家 我到我这儿念佛 去天肯定往生 你看有没有人敢来 不敢来了 那天天就去往生 去天肯定往生 在念佛堂一个人都不敢来 复尽宗之庙 在于不立佛法而行事法 不费事法而振佛法 这是尽宗的殊胜 真是巧妙 下面说是 因持民之法 罪为方便 随地可修 随时可修 随处可修 心里面 一句佛好 要真正做到 大师至菩萨讲的标准 都是六根 尽力相及 真的不是假的 把六根管住 不往外跑 不往外跑 非离勿视 非离勿听 管住了 那六根呢 不向六尘境界去跑 凡复 外面六尘境界 引诱你的六根 你的是早夜 真能管住了 对于外面境界 看不看 看不看 看出呢 没放在心上 看出呢 视而不见 听而不闻 没走心啊 这也叫功夫 那心里是什么呢 心里面是阿弥陀佛 除了阿弥陀佛之外 什么都没有 给你谈话交流 这事情完了 心里面那个佛 佛号没断呢 不是说 我有事情办事 我把念佛放下来 那是什么 那是功夫还不够 还不道 初学的人 要这样做法 特别是用思考 你暂时把佛法放下 你去办事 事情办好之后 再念佛 如果得到念佛三位 就没有这个障碍了 二六十中 他佛号不间断 做得到不是做不到 我早年在台湾 有一年过年 有一位老居士 过年的时候来看我 也是那时候 我们华藏图书馆的老信徒 他来告诉我 这是法师 他说我现在心很清净了 我什么都放下了 可是就是孙子放不下 他念佛的功夫很好 孙子放不下 我就告诉他 你能把阿弥陀佛 想成是你的孙子 你就成功了 他并没有念的 孙子孙子没有念的 他心里都真有孙子 时时刻刻都有孙子的印子 阿弥陀佛挂在口上 里头心里是孙子 所以我教他一个方法 换一换 把你孙子换成阿弥陀佛 我说你就成功了 心上真正有阿 那叫做念佛 一佛念佛 现前当来 必定见佛 这大师是菩萨说的 我们如果是一行一计 就想极乐世界 就想往生 这不往生 麻烦可大了 不往生就都搞六道轮回 六道轮回实在太苦了 不想再搞了 那这六道里面东西是 不再就沾染他了 你心就定了 什么都不想 每一天三餐饭吃饱就行了 什么都不要讲究 能吃饱就够了 一副能够预寒行了 有个小地方可以睡觉 就够了 还要什么 你就知足了 知足就长落了 心里面没有一丝毫负担 身一心都没有压力 你都自在 心里都真有福 这样的功夫 快在一年 慢 顶多三年 你念佛三昧就得到了 念佛三昧是什么 清净性 无量 这个无量寿经的经体里头 清净 你得到了 清净性 生智慧 不再生烦恼 那什么时候往生 在这个境界里 想什么时候往生 就什么时候往生 你第一想 阿弥陀佛就来了 有寿命 寿命不要了 现在就去行不行 行 你的信息送到阿弥陀佛去 只你一起念阿弥陀佛就知道了 他就来接你 没有这个功夫不行 怎么想也想不来 为什么想不来 你说妄想 伏不来 你对这个世界 拉拉杂杂的 还没放下 这么放得下 随时亏据 这个世界这么苦 受这么多年苦 还有什么好留念的 生到极乐世界 永远利苦 利苦得路 为什么不干 是在讲 探神怕死 如果有个念佛塔 在这开着 告诉大家 我到我这儿念佛 去天肯定往生 你看有没有人敢来 不敢来了 那天天就去往生 去天肯定往生 在念佛塔 一个人都不敢来 假的 不是真的吗 那口是心非吗 这就是 我们明了之后的真感 这道理统统统搞清楚了 搞明白了 确实 不理佛法 而心事法 事法佛法 一点障碍都没有 无论做什么工作 心里的佛号 不见得 这叫功夫 成品 深西方极乐世界 凡胜 同学徒 但是不要紧 师尊 明白地告诉我们 升到西方极乐世界 元振司徒 这种殊胜的果德 到哪里求啊 八万四千法门 只有这也没有 其他的没有啊 遇到这个法门 多难得 多不容易 遇到了不肯干 当面错过 这个罪很重啊 对不起自己 对不起佛菩萨 对不起父母 对不起祖宗 你也往生成佛了 你的家人都得度了 无论他在哪一道 你都看得清清楚 他有苦有难 你就能帮助他 他跟你有缘嘛 所以他有感 你就有缘 他在受苦受难 希望有人帮助他 那就是敢 你跟他有缘 你立刻就 这个信息就得到了 你真定能帮助他 阿 尼 陀佛 阿 尼 陀佛 阿 尼 陀佛 月瓶 大 阿尼